国中会考风波不断还发生了音听播放出问题 考生根本听不清楚 教育部长姜伟宁今天说一定会彻底的改善这些问题 至于是不是会公布分区组剧 教育部将会邀请各个县市来延伤 明天再宣布结果 教育部长姜伟宁打开锁头 将围场大门慢慢推开 象征第一届国中会考结束 命题人员终于出围 今年的国中教育会考 可以说是风波不断 第一天就出包会考音听部分 传出有些学校拨音器失灵 学生也反应根本听不清楚 将为您保证会列为专案处理 也希望这些情况明年不能再出现 我们用一个专案的方式 务必在明年的时候 它绝对不可以发生有任何一个考场 所以因为操作上出了状况产生问题 务必解决明年的成绩 就要计算在里面的时候 不可以有任何的实误 而会考成绩也因为分区急剧公布与否 传出政府地方不同调 我想我们今天下午会经过讨论以后 一定是一个合理的公布的方式 这个资讯一定有助于 学生在选年资源上一定还是有一定的效益 所以我想它并没有一个一定哪个是最好的一个方案 而是经过一个适当的讨论以后 在今天我相信会有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案会提出来 联合报林沛军台中报道